积极国中多元教育学习中心 日前举办烘焙的课程 老师陈淑辉表示 从开课开始 许多社区妈妈都一直有参与 且也学习得相当开心 老师也从最基础的揉面团开始交起 陆陆续续在创新课程 让所有社区妈妈都感到新奇 也学得相当开心 也借由课程帮助许多社区妈妈 学习到烘焙的一季之长 从11月份到现在 我们已经上了到今天是社区堂课 我们共在这个集中的社区 我们已经上了九堂课 那刚从刚开始的时候 这些社区的妈妈姐姐们 他们来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是抱着好奇的心态 想来看看我们到底在上些什么课程 那来了以后发现 我们社区的素质真的非常的棒 非常的好 所以开始我就设计了一些课程 让他们从基本的面团的理念 在家里有做一些可以 家里也可以做的部分 甚至他们也可以慢慢的学习 作为他们的第二专场的部分 所以我从最基础的打面包的开始 面团开始到现在慢慢教一些欧式的面包 新议员陈昭宇表示 透过这样的课程 让许多社区妈妈来到教室学习做面包 也让日常生活中多了一项烘焙技术 让他们在平时也可以简单 在家里做些小点心给家人品尝 我们积极国中的社区多元教育 今天特地来举办崩杯般的面包制作 我相信对于整个食安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也好 基本的认识也好 还有整个食材的获取 整个制造的一个过程 通力的一个团体合作 我们都看到这些妈妈们 他们的一个用心 我们只要很简单 没有用很多的所在 很多的设备 轻轻 我们就有概念 我相信 并我们这些妈妈 大家的脑袋 他们的基础 都能做出很好吃的小点心 积极国中办理多元学习课程 日前所有课程都已圆满结束 经过这次 所有各种不同教学的课程 让许多社区妈妈 学习到很多新的事物 也因为这次的课程 让社区妈妈之间的互动 结识了感情 并希望将来 会再次举办这样的课程 让他们可以学习到 更多新的事物 记者 廖玉莹 积极采访报道